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 所谓十方九草指的便是甘草 其以根入药 因味甜而得名 具有补皮液气 清热解毒 去痰止咳等功效 还能在药方中发挥调和猪药的作用 素有朝中国老 药中甘草的美 小李啊 你是如何判断我将患病的 掌柜的 您常年炮制药材 每制医药必先入口尝试 那是当然 我家老爷对药的质量 可是一点都不马虎啊 都说试药三分毒 久而久之 您种了百药之毒 而不自知 所以才会出现头昏脑胀 全身乏力 不思饮食的情况 原来如此 看来父亲这病与神农无异 没错 神农因长百草而死 而你却以甘草为方救我一命 没想到甘草竟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你们有所不知 甘草能调和猪药之性 解百药之毒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平时没事 就喜欢看掌柜放在药房的医书啊 难怪 书上怎么说 书上说 甘草能治七十二种乳食毒 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 作用可大了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 竟如此精通药力 真是能者为师啊 从那以后 刘掌柜每次开药 都习惯在药中 加上几颗甘草来调和药性 熬制出来的药效果也越来越好 后来 甘草被称作梅草蜜干 被神农本草精列为上品 并广泛运用到处方之中 甘草你认识了吗